人民王妃戴安娜再次出现在王妃发布的由哈里王子和梅根主演的纪录片中 对于哈里王子和梅根来说 如果不分析戴安娜王妃的人生轨迹 她的生活 她的死亡 以及围绕她的各种因素 就无法理解她们的故事和她们为何逃离英国皇室 戴安娜王妃在她们心目中的地位 以及这部作品中重复的叙述证实了两件事 两兄弟对母亲的看法不同 并且正在争夺她的情感遗产 如果说威廉王子和凯特是她在王室角色和遗产方面无可争议的继承人 那么哈里王子和梅根可能继承了更强大的东西 她的故事 全世界都知道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是谁 有近百本关于她生活的书被写出来 纪录片 连续剧和电影继续被拍摄 她的穿衣风格一直循环着滋养时尚产业 她佩戴过的珠宝被大量生产 她的人道主义工作是一个标杆 戴安娜王妃死后成为一个神话 与她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是诱人且能带来便利的 因为她继续令人兴奋 并继续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代人的喜爱和尊重 英国皇室知道这一点 而且在她去世25年后 仍然要与那个尖锐的阴影作斗争 威廉王子和凯特是英国王位正式的继承人 凯特在王室等级制度中取代戴安娜的位置 并接过她的威尔士王妃头衔 除了凯特 这个头衔谁也无法获得 没有人敢把这个头衔给卡米拉 凯特通过佩戴传统上 与威尔士王妃有关的珠宝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珠宝在王室被赋予等级制度上的意义 标志着戴安娜在王室的地位 不过 哈里王子在她的每一次演说中都特别要提醒我们 她的母亲不仅仅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所彰显的英国王妃 她的母亲有多面性 她是一个复杂的人 非常像她 在他们最新的一场竞标中 凯特戴着戴安娜的结婚戒指 而梅根则戴着她在签署离婚协议后自己买的戒指 这是她独立和自由的特殊象征 这似乎是一种失忆 用你的头脑做决定和用你的心做决定是有区别的 我的母亲用她的心做出了大部分的决定 而我是我母亲的儿子 哈里王子对自己能继承母亲这一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征感到满意 这句话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 威廉王子和凯特代表着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 更加理性 更加谨慎 更加王室 梅根非常像我的母亲 她有跟她一样的同情心 同理心和自信心 她非常热情 哈里王子在她和妻子合作的纪录片中说 这是一个不那么新的论点 因为她从认识梅根那一刻开始 就一直在画出她的母亲和她的妻子之间的相似之处 她从第一次发声明就开始这样做了 后来又连续两次坐在奥普拉温福瑞面前警告说 她母亲的故事正在梅根身上重演 只是这次更糟 因为增加了种族主义 阶级歧视和新技术等因素 加入该机构英国王室的女性都要遭受同样的痛苦和折磨 这是对她们的屠杀 哈里王子在纪录片中说 她讲述了她家里的其他男人如何躲在这一事实背后 以便不保护梅根 据哈里王子说 这种痛苦和普遍的沉默使她的母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就像她们离开皇室时做的一样 她们在这部纪录片中继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在这里 当哈里王子提到她的母亲说出自己的想法时 我们不得不回到1995年代安娜王妃接受BBC的著名采访 该采访被称为复仇采访而载入史册 这对兄弟对母亲接受采访的看法不一致 对威廉王子来说 这次采访是个错误 因为他被证实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 威廉王子发表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强烈声明 她在声明中声称 获取采访的非法方法影响了采访的内容 戴安娜在访谈中谈到自己不快乐 婚姻中有第三者和她的健康问题 这些内容跨度很大 这也是把王室里的家务是第一次搬上电视 所以很轰动 哈里王子当时并没有完全违背她哥哥的意见 但她确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母亲是个诚实的女人 现在 在王妃的纪录片中 她已经接受了那段插曲 虽然承认她的母亲是受到欺骗接受采访的 但她说的是事实 这个事实过去和现在都让皇室感到不舒服 尤其是对新国王和王后查尔斯和卡米拉来说 这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哈里王子和梅根所坚持的 他们不受保护和遭家族泄命 编造故事打压的论点 同时认可他们在电视上直接谈论 他们在皇室岁月的决定 如果说以上只是观念上的冲突的话 那么在哈里和梅根的纪录片中播放了戴安娜接受采访的一个片段 则是弟弟对哥哥进行行动上的厮杀 因为威廉王子明确要求不要重播 这对兄弟一直试图围绕在戴安娜王妃身边 给人一种团结的形象 带越来越多的证据积累起来 证明这只是一个表象 而白金汉宫上尉就上映的以哈里和梅根为中心的网妃纪录片系列发表声明 查尔斯国王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 一位皇家评论员在一部由梅根和哈里王子主演的六级网妃纪录片上映前表示 当被问及君主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 保护王室免受哈里和梅根的潜在破坏性索赔时 皇家专家理查德菲茨威廉姆斯告诉媒体 虽然我们不知道纪录片系列中的确切内容 但预告片明确表示它将包含对王室和朝臣的攻击 梅根和哈里王子在奥普拉接受采访后的问题是如何回应 庄严的声明说有些回忆可能会有所不同 这背后有女王独特的权威 然而近五千万人观看了她 她对君主制造成了巨大损害 尤其是对种族主义和心理健康的指责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奥普拉没有探究苏塞克斯夫妇的真相 选择很明确 什么都不做 一切照旧的做法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 然而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逐条反驳王室的指控或采取法律行动 这将把她变成媒体马戏团 需要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才能取消哈利的公爵头衔 而她仍将是王子 菲茨威廉姆斯先生认为 在苏塞克斯夫妇和王室之间出现休战迹象之前 新君主面临着避开她的次子的重大选择 最有可能的选择是不邀请他们参加加冕典礼 并且在有迹象表明确实可以和解之前 禁止与他们的所有联系 这太过分了 查尔斯国王是哈利的父亲 威廉王子想要保护他的遗产 但他正受到威胁 而且没有明显的回应 网菲迄今发布的两部预告片表明 梅根和哈利将在与奥普拉温福瑞会谈期间 对王室提出疏忽和种族主义指控一年后 将听到更多针对王室的指控 菲茨威廉姆斯先生提到的声明 包括回忆可能会有所不同这一短语 是在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 对温福瑞女士的采访 首次播出近48小时后发布的 在周一发布的长达一分钟的预告片中 公爵谈到了王室中存在的等级制度 并声称有漏洞 但也有故事植入 同一个预告片将已故戴安娜王妃 面临的媒体压力与梅根的经历联系起来 可以听到公爵夫人说 我意识到他们永远不会保护你 预告片以公爵看着镜头结束 说没有人知道全部真相 我们知道全部真相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对于哈里梅根的系列行为 太多的人希望剥夺他们的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头衔 但查尔斯国王想做慈父 他下不了决心做这个决定 而是等哈里梅根主动放弃王室头衔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哈里梅根和王室的关系应该会保持原样 如果这个剥夺头衔的问题 遗留在了威廉王储身上 兄弟俩的关系肯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剥夺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头衔一事 还是要让查尔斯国王出面才行 梅根指责英国王室对他们的无意识偏见 这一切都是因为梅根嫁给了哈里王子 原本哈里王子的生活可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对待 查尔斯国王才登基不久 儿子和儿媳就再次针对王室 而且还拿出了一些证据 如此看来 查尔斯国王是不成功的 毕竟他连自己的家世都处理不好 王室粉丝评价 家庭之战开始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